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在每个礼拜天晚上6点到8点收听飞碟 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子 我是罗红 首先带来的歌曲来自于范小轩 你的甜蜜 哦你的甜蜜 打动了我的心 虽然人家说甜蜜 甜蜜 只是肤浅的东西 哦你的眼睛 是闪烁的星星 是那么样的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 不管是累再没可靠 我爱再没重要 我已经不想去思考 全部都忘掉 你对我实在太错够 我对你却太好 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 只能自己苦恼 哦你的甜蜜 你伤了我的心 伤了我的心 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I need the甜蜜 打动了我的心 雖然人家说甜蜜 甜蜜 只是肤浅的东西 哦你的眼睛 是闪烁的星星 是那么样的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 所有的注意 不管是累再没可靠 我爱再没重要 我已经不想去思考 全部都忘掉 你对我实在太糟糕 我对你却太好 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 只能自己苦恼 哦你的甜蜜 你伤了我的心 伤了我的心 到现在发现你的甜蜜 是那么遥远的距离 你的甜蜜 是那么远远的距离 哦你的眼睛 一次痛我的心 到现在你说 对不起 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到现在你说 sorry sorry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来自于范小轩 你的甜蜜 今天是时间来到了4月7号 是 廉价的最后一天 是的 今年好像唯一四天的廉价 就是这个廉价了 你各位啊 后面就没有廉价了 好像顶多就三天吧 我觉得动物节好像是三天 应该都是三天了 因为现在少了弹性休假的状况之外 那个补班补课 对 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 其实从这礼拜一二三 就已经开始放 连续放了九天的班呢 我想应该很多哦 对 哇那真的放九天 真的是应该是就是出国 大玩特玩了吧 一定的吧 但是就有说 上礼拜有说那个东京的樱花 还在沉睡中 不晓得这个礼拜去 有没有醒来多一些些了呢 真的假的 那不知道现在人在冲旋的我 会不会看到樱花呢 我觉得是有点难度的 我觉得在冲旋应该是看不到樱花啦 我只求天气好 嗯 我只求不要太冷 嗯 因为不然行李 因为我们买机票的时候 我没有买行李的 什么意思 就是我只有买 就是手提行李而已 真的假 对 你没有托运 没有 我没有买托运 这这这怎么办到 就是我说 就是 因为托运就贵 托运就贵嘛 对不对 所以我就想说 要另外讲 对 所以我就想说 我想要来个真的很便宜的 然后但因为我两个 我另外两个朋友 他们搭其他的 他们搭星宇嘛 然后想说 反正有东西都丢给他们 叫他们帮我带回来就好 你这个朋友 怎样呢 他们自己也这样讲 他们就说 我们应该会带两个大行李 这应该是客套话呢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不管 我这个人不听客套话 你就是任性 你居然都讲出来 你就给我 帮我 在最后一刻突然客气 你就给我帮我 这样子 但因为就觉得 因为其实很多人不是 通常会再带一个 小小的购物袋 假如说你去 你要回来的时候 去免税机场买零食的时候 有时候其实你会 直接放在购物袋里面 反正就最后跟你一起上飞机 对一起上飞机 随身行李 对所以就是当作随身机 或是放包包里面 这样子 现在其实已经学乖了 就是很多要 可能给的伙伴啊 或者是 其实就会直接在机场买 除非是非常有特色的那种 对 我才会在 就是 因为不然你一开始就买了 你就要一直拎着他们 对 然后可能 假如说你拖着心力 轻轻轻轻轻的 就很容易会被 弄破或弄碎 对 就会觉得很可惜 所以不想发生的事 对 不过也是到机场要好好的找到他们 对 那必 必须学 有没有人可以再帮我解答一下 关西机场现在 卖一些伙伴到底去哪 所以你那个时候都 都完全找不到了 就是没有我之前去的那个一整区 你知道我来说什么吗 我大概知道就是一整区都是在 就是它 不管是关西关东或是什么 它就是有一大区都是在卖 奥米亚给 对 可能有卖那个什么 牛奶饼干啊 或者是 或者什么 那个 东京版 那那 那一类的东西 之类的 但我这次真的找不到 它变成就是 你要去那个登机前的走廊旁边的 小铺 小铺 这样 对 现在很多都是这样子 对啊 但我 因为我那个时候去高知的时候 因为高知机场它并不是 它并不是国外线 所以其实它没有那种出关之后 你就有东西可以买 它等于是 我们出去之后啊 我们出去之后 我们就是找椅子 就坐下 就坐在那边休息 然后面对我们的是四台贩卖机 真的 就这样子 非常的简介 然后还有几台就是投币式的按摩椅 这样子 对 然后我们就 因为其实 然后它外面卖的东西 就也 你可以先买 但你也没办法买太多 因为你也没办法买酒啊 或干嘛的 因为你没办法 带在身上 然后进去这样子 嗯 对 就是 就如果你真的要去高知的话 建议你是在 他们的名产店都买好 嗨嗨 对 不然那边其实真的没有太多东西 像我 我就在高知那边 我就看到一款泡面 在德岛那边 然后就看到觉得 哦 好好看哦 就很想买这样子 然后我妈就说 哦 这个应该在 我们等一下要去的 欧米亚给店 应该会卖吧 殊不知 殊不知就 永远跟他说再见了 真的是 就没有了 不要再等一下了 对 看到就要先买起来 但我真的好像也买太多了 真的吗 有时候就是买到 买太多 我现在还有一些些礼物放在家里 你知道吗 就是有时候会觉得说 啊 这可以拿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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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分一分就好像又多出来了 哦 真的 对 我觉得多总比少好 像我这次就觉得 我真的是少了那一段 京都那一段 跟机场那一段 我真的是大大的 觉得少了很多 不够 但你有少送给 可能谁或什么吗 我有一些特定的 我都有先分配好 只是觉得那个量可能不够 我看我那时候的笔记还在不够 我后来都是想说 就是比如说那种饼干类的 可能都买个集合集合 然后拆开 大家这样子 每个人每个口味 每个不同的款式 都可以拿到 哪一点哪一点 但这次就是不够多盒 选择不够多 我把我把那个删掉 因为我之前都会 我都会记在手机里面 然后都会记说就是 我要买什么给谁谁谁 对对对 礼物清单 谁要什么 谁要什么 然后可能啊 电台要什么 然后家里要买什么 然后要特别 除了电台之后 要特别买给谁什么什么什么 等于有些代办的同事们 会想说买个特别的东西 或买个再可爱一点的小零食 这样子 像这种东西我几乎第一天就会买齐 第一天 这种的话 就是已经知道我要买什么给他 或者是小零食 我就会马上第一天买齐 或是有一些喜好 比较明确的朋友 就喜欢史诺比的啦 比如说喜欢米飞兔的啦 对对对 谢谢 喜欢宝可梦的啊 对对对 对啊 这种东西我只要有看到 我就会买 赶快 我就会先买 对 那如果后面再看到 如果觉得这个还蛮可爱的 再买这样子 就继续买 对 真的是要这样子 有些小东西 不然真的错过就很容易永别 对我再必须说 之前去高知的时候啊 因为我们第一天 其实晚上就去逛那个 A.O.N.A.M. 对 对然后 他知道吗 就叫永旺吗 还是什么 我忘记了台北 那个台湾翻什么 对 然后呢 因为其实 那个地方是我们整趟旅行 唯一逛的白货公司 然后我就在里面找一些河丸啊 什么的 然后我就 因为我有同事喜欢钢弹嘛 然后我就买了 还好我有买 后面再也找不到 真的再也遇不到 后面再也遇不到 很多A.O.N.A.G. 其实我都是在Lawson 或全家买的 真的啊 就是看起来很可爱的小零食啊 或什么就是 买回台湾没有的那种 对 不然其实真的 有时候你到比较 嗯 偏 偏远一点的地方的话 或是说你不熟悉那个地方 对 对 或是想说你跟团 嗯 嗯 你不可能去那种 不可能再回头 导游 导游带你的名产店去买东西送他吧 指甲捡嘛 哈哈哈哈 指甲捡鱼甘油 还有什么 鲍鱼 什么磁力贴 哦对 之类的 你不可能送那些东西嘛 对 对 就是一些可爱的小东西 沿路都可以收集一下这样 所以期待你的那个冲绳之旅 对 我也期待 我也不知道我现在 我现在的时间应该是在路上 准备要去吃晚餐 因为我们有订了一个居酒屋 哦 对 那这个居酒屋好像蛮有名的 嗯 那之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 好 来进行我们今天的日本有完没完 所以刚刚好像已经开始了 哈哈 对 冷不忙的开始 对 冷不忙的开始了 那因为最近在日本也有一些 新奇大小事 对 然后我看到了一个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 这个我之前也有看到 是什么 就是日本的投币出物柜 嗨嗨 它上面有个服务门 对 因为大家有没有 那个祭物的经验 就是你要想方设法 把你的一些东西 塞进去 尽量可以用在一格里面 塞在一格 尽量塞 就往往那个门一开叹 转上之后 你又说啊 啊我的行动电源 啊我的雨伞 啊我的钱包 啊我的钱包 你就忘记了 打开一次 对 所以那个钱就是 回不来 但其实呢 这个在日本 你除非就是自己在花一次前 才能打开 对 那在日本呢 其实它现在有一些的 投币出物柜 有一种新型的奇妙设计 它叫做服务门 撒逼斯豆啊 对它可以让你不需要 打开整个柜子 就可以取用里面的东西 它就是等于是你想像一个 你面前有那个 置物柜 对 大的门 但是在那个大门中间 又有一个小门 对 小窗户的概念 它是可以打开的 你不用打开整个柜子 对 所以你可以拿一些小东西 但是你要把整个行李拿出来的话 还是要打开大门 对 因为其实有时候你每次要关门 所以你都会想说 我什么东西有拿 什么东西没拿 如果没拿的话 我又再打开一次 我要再浪费15块 甚至20块的钱 对啊 还有日本的有的更贵 那种寄大行李箱的 有的都800日元 1000日元 对 可是去日本的时候 发现你寄那个钱 你就觉得 还好 因为日本的800块 是投日币 它是投硬币的 对 你都觉得是在投10块50块 那种感觉 是不是换成台币 其实好像要160200左右 等于是你再开一次 就再花一次钱 对 所以真的要再三确认一下 或是找有这种服务门的置物柜来锁 大家可以上网去看 你只要打投币出物柜 然后打服务门 就会出现照片 目前这个文章是有一张 不过呢 我觉得这照片看起来 我觉得有点强迫症 对 我也特别 找了这一张图 它上面开的门是歪的耶 歪歪的 我想说是它贴纸接歪 还是说 我觉得应该是 故意的 因为如果你太方正 会不会太好吧 全部东西拿出来 会不会啊 应该 可是应该跟大小有关系 对啊 满的大小 应该跟它的那个角度 对 应该是还好吧 有点智力 智力测验感觉 对 而且因为它上面有个钥匙孔 它就是拿你原本那个 智乌柜的钥匙孔 直接转开来就可以用了 嗯 对非常方便 是的 但如果你真的塞很满的话 这个也不知道好不好拿 它说这个略为倾斜的设计 是参考使用者的回馈制作而成的 喔真的喔 这样子更好取放东西 蛤 蛤 蛤为什么 鞋鞋 我想象一下 是哪些参考 有哪些参考使用者 手的角度 我不就是伸进去拿出来而已吗 它正的跟鞋的都还差在哪 对阿 而且我不是往下 我是往直 我是直的伸进去 对阿 反而你还要 稍微转一下才可以出来 而且它并不是一个平行四边形的角度 它是长方形然后歪掉而已 对阿 它就是一个歪的长方形 它还是正正的矩形 对阿 到底 这个角度 为什么 好纳闷 好纳闷 好纳闷喔 如果有人刚好是 有朋友刚好是做投币储物柜的 那如果你知道这个设计 帮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这样子的话 欢迎到我们的粉专 飞碟 有完没完 上面来跟我们分享 拜托解惑一下 这个奇葩的设计 到底是怎么来的 真的 大家赶快上网搜一下那个图片 就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对 好的 我们再来听一首歌 来自于陈启珍的 太聪明 听完这首歌之后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回来 飞碟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枝 我说好 不会有结果 不会有结果 被你看穿了以后 我更不出口多 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 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 我猜着你的心 要再一次确定 遥远的距离 都是因为太过聪明 要猜着你的心 要再一次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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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乱了四夕 都是因为太想靠近你 我猜着你 猜的没错 猜的没错 想的太多 想的太多 不会有结果 被你看穿了 被你看穿了以后 我更不出口多 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 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混乱的思绪都是因为太想靠近你 猜的没错想的太多不会有结果 被你看穿了以后我更不出客多 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脑 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 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 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脑 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 欢迎来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飞碟有完没完我是胖小子 每次听到陈启臻的歌啊我都会想到说 其实陈启臻算是我用手指头数得出来去小巨蛋看表演的人 我大概进去小巨蛋不到五次吧 我看过一次林佑佳我看过一次肖敬腾 然后陈启臻我就忘记我还看过谁了 哈哈哈不敢相信 对因为我真的很少进去小巨蛋 加上我喜欢可能日本乐团也日本的团也 没那么容易进到小巨蛋 对然后所以我每次都想啊每次去小巨蛋 然后去看陈启臻的时候我想说对因为那天是下班的时候去看 然后我真的听到三四首就开始很想睡 然后开始度估 因为陈启臻的声音太好睡了 太舒服了 胖胖去看演唱会真的很常睡着 所以这个不是一个贬义 我看落日飞车有看到睡着 看昆明君也睡 我站着也会睡着的那种 更何况更何况是坐着 对我不知道我那个魔咒就是 我大概到第三第四首会稍微咪一下 然后第四首结束之后我就醒来了 这是什么作息啦 对不知道为什么 演唱会作息 很奇怪我那个时候去那个简单生活节看黄界也是这样 也大概是这样子 你道歉喔 然后我就一直压虎口 我就一直压虎口这样子 我觉得那招给我没用 虎口或忍忠给我没用 忍忠要什么压 压忍忠啊 压忍忠 对啊 不都说什么压忍忠 根本不会痛 被人家灌才会痛吧 虎口我觉得真的 你音响睡的时候真的就是会睡 对 我觉得捏指甲 还比较痛一点 都还好啊 就是比起现在比起捏虎口 但我觉得那按压的感觉 会更想睡觉 有点舒服 对 但我必须说虎口这个地方我觉得蛮特别的 真的是 有时候你身体很累的时候 压起来真的会酸 它会酸啊 就是你累的时候会特别酸 但平常的时候可能像我现在就是还好 这样子 就很特别 所以如果大家有说 演唱会不睡觉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也是很喜欢陈起真 我现在就是只要我就是喜欢看的 都会睡 应该不是这样讲 就是我是真的喜欢我才会去看 对 而不是因为公关或什么之类的去看 就是不情愿的去看 当然 所以我这个睡觉呢 并不是说 好无聊想睡觉 不是你是喜欢然后放松 啊自在啊睡着 对然后就 就睡着 哦陈起真太舒服了就睡着了这样子 演唱会曲序一开始都是比较舒缓一点的 不一定啦 很嗨然后舒缓 嗨舒缓嗨舒缓 那样子 我就刚好是在舒缓的时候 舒缓的时候就是 而且那一场还有中城湖 哦 那个时候就 应该是最后一次看他们两个合体啦 嗯 对 但是陈起真 嗯对我觉得一生要看一次陈起真 嗯 因为陈起真唱歌真的好好听 他真的是女神 嗯 他是我女神级的等级的那一种 我有一年参加魏如萱的小巨蛋 那应该是他第一场吧 桌米场那一场 然后有一part就是陈起真 帅的电吉他 哦 站的高高的 好帅 整场他就是吉他 啊没有唱歌 没有唱 没有讲话 就帅 很帅 很帅耶 居然把陈起真利用到这种地步 真的很帅 露个脸刷吉他就走了 但我觉得那个当下的那个设计是很很合理的啦 那如果 被我讲的可能有点奇怪 那如果哪天也是娃娃娃娃娃演唱会 然后五百也是这样在上面 然后弹的吉他都不讲话 可以啊 然后就走了 五百老师不用讲话就是很帅啊 可是五百老师讲话很好笑啊 很好笑啊 诶 那个他的成功之路摇滚音乐剧 这两天看到即将要加演了 还要加演哦 今年要前进北流啦 哇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了解一下 对 你这有去看对不对 有啊 大推 就是非常的有五百老师的风格 只有五百能够超越五百 真的 不知道如果是新加演的成功之路的音乐剧 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变化 嗯 如果之后有最新消息的话再跟大家分享 是的 好来 继续日本有玩没玩 嗨嗨 这个呢 接下来这一则呢 我觉得有点 嗯 我觉得对我们来说 可能影响并没有这么大 是 对这个呢就是日本的新超 即将在2024年7月3号正式公开 那请大家认清新超 然后不要认错 我觉得日本的钱齁 尤其是硬币 对 真的太难分了 好讨厌 他的那个什么几块是比几块要小 他的五块比一块还要 而且比较轻 对 很轻 很像假的 对对对对 超像假的 银色那种 对对对对 灰银灰银的那种 然后五十块比一百块 大 哦因为五十块中间有个洞 比十块之类 我忘记了我现在记不得 五十块中间有一个洞 然后它是金色的 反正就是长得很怪 你很难辨认 对 然后有时候因为结帐的时候 又怕人家等 对 我就会直接拿纸钞出来 所以就 结果印币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这种印币呢 其实我们有时候去高支玩的时候也是 所以我们最后在机场的时候 就把它 一直抠 一直抠 然后就把它投掉 对 不然真的 好困扰喔 我记得市面上 或者是像那种木制平台 也有在有在卖 它是一个小方盒 然后等于是你可以很好收纳 收纳 就是可能它会直接说 500块 100块 分门别类 这个很需要欸 这个好像真的蠻需要的 不然你真的是混在一起 手一摊开 他想說我現在到底要拿哪一個 很想攤開其他自己拿對不對 很慌張耶 超想其他自己拿的 太難了 不過現在很多人出國其實都會選擇直接帶信用卡 不一定會換新鈔 他不一定換鈔票 現在的電子支付或者是信用卡都太方便了 像我這一次去日本就是他們最近跟全支付合作 就是日本的PayPay 你這次去可以試試看 等一下叫我 超級方便 然後回饋也很多 他是很好 對喔 因為日本都是PayPay 對是PayPay 反正那個全支付你現在只要到日本境內 他會自動偵測你現在人在日本囉 所以他會自動切換成他們的PayPay 真的喔 對 你現在打開也是全支付 所以我要先下載全支付 我記得我之前有下載 因為我記得全支付之前跟全聯 對 反正就綁定一下 他現在有推一些活動 我記得是到五月底 然後各家銀行都有不同的PayPay 然後就是非常的方便 馬上打開了全支付 因為我在這次去從一些像餐廳啊 還有賣小東西的店啊各種 就是幾乎都可以用PayPay 在環球也是用爆 哇這樣很方便 這樣其實手上就不會像我們剛剛說的 有那麼多零錢 對 所以我覺得我這次日幣有點帶太多 根本直接刷就好了 對 對 就是我記得是讓店家掃你的QR Code 他就會PayPay就好了 喔對 因為不然 然後會迅速的告訴你 這次的那個換成台幣是多少錢啊 然後回饋多少錢啊之類的 因為我記得之前我本來想用LinePay或什麼 但他們都不行 喔對 對 我記得你要把他刷卡 或是什麼的才行這樣子 那因為刷卡還要一些那個手續費嘛 對 但那個PayPay就很快速方便 不過現在國泰世華也有一些 他那個Cube卡也有一些回饋 就是你要轉換他的 所以大家自己換算一下 對你要轉換他可能有幾%幾%幾%這樣子 像我在買機票 或者是我要買飯店的時候 我就會看說 我現在要這樣刷 那我是不是應該先把這個轉換成 轉成交通類的 轉成交通啊 然後轉成住宿 還是轉成日本的那一種 現在西洋港真的越來越方便了 對 所以呢 但大家還是要認識一下金鈔 不然你拿到假鈔的話 你就欲哭無淚了 金的金的 對 來2024日本也要換新鈔了 那以後的萬元的日本紙鈔呢 就不會再是福澤玉籍了 是的 該叫做日本資本主義支付色則容易 是 那大家想說他是誰呢 跟大家稍微介紹一下他是誰好了 對其實呢 他是協助許多日本企業創立跟轉型的重要人物 像是第一國立銀行 或是大家很常聽到的東京瓦斯 然後東京海上火災保險 王子制止 好難唸喔 王子制止 王子制止 然後田園都市 然後就是現在的東京急行電車 然後帝國飯店 然後金板鐵 金板電器鐵道 東京證券 麒麟啤酒 雜謊 啤酒等超過500家企業 你也不玩耶 可以說是從明治時代 跨越到昭和時代 他也算是引領日本產業 現代化的重要推手 是的 所以他登上了萬元紙鈔 對沒錯 登登登登登 一個殊榮啦 是的 是的 那5000塊鈔票呢 也會換成了日本第一位的女留學生 他叫做金田梅子 金田梅子 他從8歲就到美國留學 是日本第一位女留學生 也是金田俗大學的創辦人 然後他留學回到日本之後呢 投注了畢生的心力 在推廣女子教育工作 認為女性不該只有受 不只該有受教育的權利 然後英語教育尤其重要 然後通過英語呢 可以讓女性的國際視野更加開放 哇 其實這樣換鈔票也是 這會不會是第一個 女性登上鈔票 在日本 好像 這個我就不清楚了 對 但我覺得應該不是 因為如果是的話 他應該會寫 邏輯正確 對 那1000塊的 1000塊的紙鈔呢 就是變成了日本近代醫學之父 北理財山郎 那他是自律推廣 加油 致力於推廣 預防醫學是全世界第一位 培養破傷風菌成功 發明破傷風血清療法的世界第一人 好強耶 對 那北理財山郎認為 醫生的使命是幫助病患 預防剩餘治療 他在德國留學的時候 領先全球針對破傷風 發現了血清療法 樹立醫學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之後呢更在日本第一間肺結核專用醫院 致力於肺結核的預防治療 有夠難 我覺得 我們正義班老師應該會哭 我媽應該會哭 欸我發現一下真的要 有點難耶 我發現其實我的閱讀可能有一點點障礙 怎麼說 我會跳字 喔 對 我發現我會跳字 對我每次在錄音的時候 其實我都要就是用筆寫著或什麼 不然我就 這可以多多練習 對多多練習啦 希望他剛剛那一段大家聽得懂 可以啦 如果真的聽不懂的話 自己上網去找北理財山郎 反正呢這一次的新超呢 日本他們有加強了防偽的功能 所以這些人物肖像都是用世界第一的3D人像設計 所以呢你拿到這個紙鈔 好恐怖喔 從各個角度看 會看到不同的立體肖像 是他會浮出來的那種感覺嗎 有點恐怖 應該是左右看的時候 他是有點浮出來那種裸式3D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在那個日圓 就是一萬或五千上面 會有那個直條紋式的雷射防尾設計 就有點像是我們那個一千塊那種直條的 應該是 對 反正就是大家可以辨別一下 然後這些新的鈔票呢 在今年的7月3號會開始在市面上流通 但是如果你手上還是有原來的日幣也沒有關係 舊鈔還是可以使用喔 對 所以大家可以上網去 如果你要去日本的話 可以上網去看看這些新鈔跟舊鈔長什麼樣子 嗯 避免呢到時候你分不清楚拿到一個 你不知道是誰 喔這可能是新鈔吧 結果他是一個完全不是新鈔跟舊鈔上面的人 哎呀 哎呀就尷尬了 就尷尬了 所以這個時候呢要注意就是你拿的 手上拿到的錢到底是對的還是不對的 這個就要注意啦 再來日本還有一個新動態 是的 在日本的京都塔60週年前夕他們突然改名字了 欸要叫什麼大班塔 叫做Niteku Niteku 京都塔 Niteku有點像冠名贊助的感覺吧 對對對其實就是個冠名 是1月1號開始 日本其實 日本其實蠻喜歡冠名贊助的 真的喔 我發現 還有什麼 我不知道 謝謝囉 但感覺感覺 對 但是他們這一次呢 這一個冠名 只簽了5年約 所以5年後 京都塔應該會再換名字 可是我覺得大家應該京都塔叫習慣了 應該就還是會叫京都塔吧 對啦 對你要去看什麼 我要去看Niteku Niteku京都塔 好像有點 這感覺很硬要 對有點硬要 這應該只有他們的員工會被這樣子 逼說你要 你不能講京都塔 你要講正名喔 你要講Niteku京都塔 對 對你要這樣念才行 是的 然後我這次去也有拍到啊 就是只要到京都車站附近 就一定要拍一下 對 聳力在那邊 而且這個公司 Niteku的廣告代言人 剛好是台灣 日台觀光影像 形象代言人 真的露子 對 穿口春奈 等一下 對 其實這個消息一出來 網友對改名的事情 沒有太多的驚訝啦 反而 喔原來這個京都塔也可以這樣改喔 對 我覺得是這個冠名這件事情 對 要讓大家就是知道一下 對 的確是 不然大家 大家還是會叫京都塔 對 就是 嗯 好吧 京都塔 你畢竟不會講到Niteku京都塔 你畢竟不會講到Niteku京都塔 Niteku京都塔 也是聽起來 有點小饒口 那有點可愛我覺得 有點可愛 聽起來有點可愛 對 好了我們再來聽一首歌 來自於葛洛莉的歌曲 台中日和 聽完這首歌休息一下 待會繼續回來 來飛碟有完沒完 有完沒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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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往返的时光而泥 是否还会在难过时候 陪我开心跳舞 太重日恒 下雨的时候 太重日恒 放晴的时候 西海岸线的浪 冲走了那些年轻的步伐 夕阳是坐电车回家 手指上是暖天 心里下子就不见了 就不见了 爱啦啦 你的嘴巴 总还想我找到 想起了 就爱来跟你吵着 当才不了 彷徨 有此事已关上门 就能全被遗忘过 转个弯就能到达 我不确定能唱 for me 你一定还会在聚想时候 陪我忘情唱歌 太重日恒 下雨的时候 太重日恒 太重港口 抗月雨 平复了被潮 犹豫的不安 空气竟是如此心天 转上提了 五百颗的老友 回家快朝 回家快朝 你 很漂亮 你的耳朵 陪伴在我身旁 有一些歌 你醒来更美好看 你灿烂的笑 阳台上挂着甜甜的笑 也许你天醒来会是 和今天 喂 葛洛丽 你们昨天还我钱 来了 生活 也许很爱上 可是生活 我还喜欢美丽 也还是美丽 也还是美丽 啊 啊 你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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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潇洒也走了几回 狼狈也走了几回 你陪我 你陪我 啦啦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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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飞碟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子 我是妈好 刚在广告的时候稍微研究一下全支付 感觉还不错 很方便哦 去日本的话可以试试看 如果有用了的话 再跟大家分享这次使用的心得 是的 好的 接下来继续 接下来的话有一点像吃货来开箱 又有一点日本有完没完的感觉 综合一下 对 因为之前啊 我们在上上礼拜的时候 有吃了日清的那个 迷之口味泡面 对 就是很好吃的 蟹肉可乐饼口味的拉面 是的 对 那其实呢 日清他又推出了一个 迷肉吃到饱 没有面哦 全部都是肉块哦 各位同学 对 他就是大家常吃泡面里面有一个就是 小碎肉 对 小肉块的这一种 那这些配料肉块呢 其实在日本又称之为迷肉 哦 迷肉 迷肉 不知道是什么肉的迷肉 进来有点可怕的感觉 就是很迷样 迷样的肉 对 看起来不像是肉的肉 就是迷肉 因为跟我们绞肉也不太一样 它吃起来那个口感 软软软的 有点QQ 我不知道 有点空心 不晓得 因为其实我每次吃日本的拉面 我都是吃东宾味 哦 就是豆皮 豆皮 甜豆皮 东宾味的拉面真的 那个豆皮真的好好吃哦 我记得他有 可是今天不是一定也要吃一下的吗 我记得他有吃过就是 我记得他有出过 不是吃过 台湾国语 台湾国语好严重 他有出购 他有出购 没有 我记得他有出购 就是直接是单包装的豆皮 哦好像有 你可以直接加热 直接泡水 然后直接吃 好棒哦 热爱甜豆皮的人 而且我记得之前有看到人家 因为以前在台湾还没有进东宾味 或是台湾东宾味很贵的时候 他们从日本带了很多东宾味要回来 怎么带呢 全部拆开 面体跟那个碗拆开来 碗就不带回来了 对 占空间 直接那个 直接集中收纳 对集中收纳这样子 就很棒 就可以带很多回来 就看到一整袋豆皮 好像是蛮疗愈的 我要抢 抢劫 第一个抢这个东西 你下次可以试试看 对 但是现在要注意就是 如果你要带这种东西回来的话 就是你要注意 有没有那种生鲜的肉品 嗯 猪肉制品 我觉得这款应该是带不了 这个应该是带不了 对对对 因为它说 它那个整个成分是猪油啊 猪肉大豆洋葱等等 经过搅碎之后再干燥制成的 对 那你不只可以泡成泡面 也可以直接当零食来吃 原来它的真正名字叫 骰子肉丁哦 骰子肉丁 骰子肉丁 骰子 骰子肉丁 骰子肉丁 蛮可爱的名字 它整包有200公克 换算成一般杯面里面 米肉的份量 大监脚话都 纠缠对 国语小 国语纠缠对 这一杯里面长大了47份啊 对 大家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就加多少啦 对 除此之外 日清其实也分享了好多款米肉的料理食谱 像是米肉的泡面炒饭 青椒香米肉 泡菜米肉丼饭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方便的肉品 再来的这个 米肉肉酱意大利面 米肉肉酱 米肉肉酱意大利面 甚至是米肉汉堡 没错 对 然后其实日清它也出柜 很奇怪的 米肉蓝骨头 米肉充电头保护套 什么意思 碑面组装模型 碑面组装模型我看过 真的假 它就是 它就其实组起来就是它背面的样子 好废喔 它就是一盒 然后你组起来 它就 哦就真的跟 碑面一样这样 就就这样子 就嗯 追求那个还原度 对就是 可以纳入那个 小废物社团 我觉得这个拿来当交换礼物 或者是什么 好像还可以啦 因为蛮可爱的 如果是废物交换礼物的话 算可以 算高级的废物交换礼物 对 而且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就是日清的泡面工厂 我们没去过耶 我也没去过 不是可以自己做吗 对你可以自己 你可以在外面画画啊 然后自己做 自己做自己喜欢的泡面这样子 感觉很有趣 我很想去那个 对 但我不知道它在哪一个县市啦 不清楚 对 要猜一下 目前还没有去到 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 如果有去过的朋友们 都可以到我们的分享 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那大家如果也有吃过 这个米肉放蹄 哦它的封面就是米肉放蹄 就让你吃到饱 吃到蠢吃到兔 是的 对 我觉得这个概念有点像 大家热爱 比如说威力炸酱面 的炸酱 你就出一罐炸酱 对 所以大家热爱他们的那个米肉泡面 但是米肉泡面 米肉泡面 好像米肉不会是个主角 对米肉不会是个主角 反正它就是高光时刻来了 我觉得如果它变成 它变成主角的话 反而我觉得不会到这么好吃 我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你就是求那个 它少 然后你就是很珍贵 偶尔出现 就跟哪一刻里面的小虾仁一样 对 我吃到就 哦好开心 可是如果它给你一堆小虾仁的话 你就觉得好像可以先不用 好像可以先不用 好臭哦 那种感觉 大概是假的 因为我之前在听Podcast 有听到里面的人他们在分享啊 就是他们觉得那个冷冻蔬菜 干燥蔬菜很好吃 因为吃起来甜甜的 谁 我在听鸡来树里面的那个Podcast里面 他们有聊到 就是其中一个人他就说 因为他们就那个干燥蔬菜 就甜甜的 他觉得 泡面 每次泡面就很好吃 他就去上网买一大包 然后全部泡开来吃 这样子 超甜 超恶心 所以 由此可知 东西真的都适量就好 刚好就好 刚刚好就好 真的是刚好就好 不要弹心 对 会造成反效果 对真的 应该你这辈子再也不想吃它 对再也不想吃这个东西 这样子 好 再来呢 其实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 嗯 这个呢 我们来聊幸运饼干 是的 Fortune Cookies 对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幸运饼干 应该是从美国来的 以前 我记得英文课本 也都说 是美国人的东西啊 但其实 他的 真事 真实的身事 简称真事 揭晓在 日本 他的 真事是 日本 其实是 京都耶 对 其实是 最早是由日本移民在美国推广发扬光大的 哦 对 但其实回到了台 回到日本台湾好像就没有这么 有名 不常见 对 可能在一些特别的节日上面才会遇到 对 其实呢 他是在1890年代美国移民日本的迪元征 嗯 他开设了一个日本茶园 嗯 对那被认为是第一个提供幸运饼干的发源店家 哦 那他也曾经与香港面食公司为这个事情呢打过官司 所以香港人说是他们的吗 对 没有 对 香港人说是他们的 但日本他们赢了 日本赢了 对日本赢了 终究还是日本的 对 那其实提供日本茶园幸运饼干的旧金山烘焙坊 这个叫 勉强糖 对然后以及其他制作幸运饼干的风月糖 富贵汁糖 对都发现他们最初使用的黑铁烤架跟京都现在用的是一模一样 嘿 所以代表他是从日本传过去美国 是的 其实在日本在美国红起来 因为是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 对 在美的日本人跟日裔的美国移民都大量的迁往被称为安置中心的集中营来管理 对 所以大家推测啦 幸运饼干很有可能是在这段时期有华人接手制作贩卖 然后后来才成为这种在美国的中式餐馆的特色之一 对 对 其实我觉得这个跟 诶 那个时候是 台湾是之前是吃什么 我记得以前 不就是吃完之后有一个湿签放在里面 肉粽吗 不是 我怎么记得 我记得以前 我知道国王派啦 也是吃一吃会咬到 有咬到那个小池偶 小陶瓷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 我怎么记得以前是元宵节还是什么的时候 不可能吧 那个要放到水里面煮欸 没有然后就是说你打开来 就是你吃了之后会有一个纸条 算了算了算了我忘记了 应该是无隆无事 服心高照 也是蛮可爱 好我忘记我忘记怎么形容这个东西 我忘记是哪个结了 好吧算了当作没讲过 那反正就是这种小巧思啦 在大家一起用餐的时候 吃到这种是觉得备受祝福的感觉 可是每次吃幸运饼干的时候 你都会觉得就是小心翼翼 你都会不能把纸嚼烂 就是因为你 你不会先剥开再吃吗 不是都先先咬下去然后再把它拉出来吗 我都先用手把它剥开啊 这样不会碎掉吗 会啊整个桌子都是啊 就只为那张纸 然后你浪费了旁边的饼干 那个饼干好像大家都觉得不太重要 好像是最后会变成这样子 所以我就很少吃到幸运饼干 但好像是在就是中式饭馆会比较多出现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像有一些就是台湾的那种烘焙店之类的 他会可以帮你做 因为我们之前玩交换礼物有一次 就把签藏在里面 所以那天就是算好人数 那天那个签都不见了 都在肚子里面 算好几个人 所以就做了几个幸运饼干 所以大家就自己拿一个饼干 吃打开吃 然后那个签 你是抽到几号的饼干 我觉得蛮特别的 蛮好玩的 对 我觉得下次这个东西可以来 什么一些单身趴上面 对对对 吃到什么你要做出什么指令 或是性别趴 对 对可以可以 反正要揭晓什么好像蛮适合 对好像不错 对 大家可以去吃吃看新饼干 什么烂结论 太烂了 这结论太烂了 再来听一首歌 来自于1976的《壮游前夕》 今天播的歌 其实都是我就是有时候突然会很想听到的歌 嗯我感受到了 对就是平常不会再听的 一起在怀旧歌单 我觉得你的甜蜜就前几天在飞早上播过 就是 我还要继续播 知道我多喜欢范晓璇 超爱 好来自于1976的《壮游前夕》 听完这首歌之后休息一下 待会继续回来第二个小时的《飞碟》 有完没完 我是胖小枝 我是胖豪 《飞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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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心的《飞碟》 今天表情她的《飞碟》 no se 转択 在走 转变的时候我会背上空白行囊 遗忘的童话是我的山道 等他们美梦中醒来 我已跨越一整个沙漠 在广青草原上睡着 然后梦见思念的你 在梦中翻开了遗迹 你打上我写给你的诗 在梦中牵着你的手 在梦中翻开了遗迹 你打上我写给你的诗 在梦中牵着你的手 说着旅行的故事 在梦中翻开了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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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梦中翻开了遗迹 在梦中翻� aujourd' 季节转变的时候 我会被上空白的行囊 遗忘的童话是我的想到 等他们被梦中醒来 我已跨越一整个沙漠 在广青草原上睡着 然后梦见思念的你 在梦中翻开了日记 你打笑我写给你的诗 在梦中牵着你的手 在梦中翻开了日记 你打笑我写给你的诗 在梦中牵着你的手 说着旅行的故事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第二个小时的飞碟 有完没完 首先听到来自绝名子的 在夜空を駆ける 在梦中牵着的地上 在梦中牵着的地上 また会いたいと泣きたいよ 落としてくれ僕に雷を 夢の中でまた再会を 雲一つないこの夜空に あなたは誰が見えますか それはあなたにとって何よりも 大切な人ですか 想いは夜空を駆け巡る ずっと幸せでありますように 胸の中で 夜空いっぱいにあなたを探す 何泣いてんだとあなたは笑う ありがとうと言えたから 星の影から笑顔見えたらな 泣きそうになると笑いそうになるの 頑張るよと誓った覚悟 あなたの声響く胸の中で いつか生えるかな夢の中で 暗闇に光る涙星 ぼやけて見える万華鏡のように 見上げた夜空にあなたが 愛 星もまばらだこの夜空にあなたは何が見えますか それは自分のことより何よりも大切なことですか 願いは夜空を駆け巡る ずっと幸せでありますように 胸の中で あなたにあなたにあなたに会いたくなって なぜか笑顔に慣れて なのに涙ぶれて 雲ひとつないこの夜空にあなたは誰が見えますか それはあなたにとって何よりも大切な人ですか 想いは夜空を駆け巡る 想いは夜空を駆け巡る ずっと幸せでありますように 胸の中で 星もまばらだこの夜空にあなたは何が見えますか それは自分のことより何よりも大切なことですか 願いは夜空を駆け巡る ずっと幸せでありますように 胸の中で 未だに会いたくなったり 未だに話したくなったり するけど心はつながって いるから気持ちは伝わって 守られてるような気持ちになって 時に負けそうな気持ちに勝って そんな特別な誰がいますか あなたの心に誰がいますか 夜空を駆ける夜空翔翔 来自絕名寺 这个也是六秒間的軌跡 望月星太郎的憂鬱 这部日劇第一季的主題曲 对啊我也在想 他是不是也準備要第二季啊 没错 前阵子有公布了这个消息 然后这几天的那个海報 视觉也釋出了 然后听说呢 第二季的第一集会有一个小时 哦这么长 对因为之前第一季的时候 我今天每一集也都短短的 二十二三十分钟而已 对就可以很快的看完 然后因为可能这一次 那个故事有延伸下去 所以第一集就给大家 满满的内容这样 哇我现在听到一个小时 我都觉得好长哦 真的不会呢 你要不要来看一下 《换成恋爱》 嗯 换成多长 哦不一定哦 有时候一集三个小时 太久了吧 然后每周六更新 所以你等于是一个礼拜六 整个下午都不见了 三个小时耶 可是真的不会让你觉得很漫长耶 因为每一集都好多事情发生 他偷走你三个小时的时间耶 可是真的是 尤其现在已经到了那个冀州岛 因为原本他们是住在首尔的一个公寓 不是宿舍嘛 然后现在会全部到冀州岛来旅行 然后住那种包洞民宿 真的是只要他晚上就是一个修罗厂 哇三个小时耶 我到现在还是没有办法觉得 你在看电影吗 这比电影还长 你就可以看两部电影 啊有时候是两个多小时 啊但是给你两集 哦所以也是四个小时 然后一口气就会看完这样子 一整天就消失了耶 大家好精彩哦 哇好可怕哦 真的是遇到恋爱啊 大家真的都会六亲不认 啊好像几确也是 而且我这几天刚好也把 钥匙少女的毒语都看完了 哦 我就觉得因为我一集大概是20分钟吧 我大概看个一次看个三四集 我就觉得好累了 嗯嗯嗯嗯 虽然很好看会是想看家 可是就觉得累了 嗯 但我一次看个三四集 其实也才一个小时 一个半小时而已 哇这个时间计算下来 对还是有差 但可能看起来体感还是不一样 因为毕竟可能换成恋爱 太多勾心斗角 会让你觉得牙痒痒的那种 一直继续一直继续 你不会觉得哦 一个一个段落了 你知道吗 就哦好精彩 哦好可怕好可怕 有在追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讨论一下 因为我每周都会跟夜光奶奶 定期的更新一下进度 诶那个谁这个礼拜真的很讨厌 诶什么之类的 懂你们好像每个礼拜六或礼拜天晚上 都会看到你们发说 谁很讨厌谁怎么样 因为你真的是会整个心被他牵走 对这就是他成功的地方 真的很成功 对啊那如果最近有人有推荐什么动漫的话 欢迎告诉我 我最近有点动漫慌 钥匙以及福利连结束之后 真的很空虚 对啊我的钥匙没了 福利连没了 然后我的肌肉魔法室也都追到最新了 啊还迷宫犯也结束了 对诶迷宫犯好像又快要有新的 我怎么觉得诶他第一次刚结束 第二次马上就开始了 等待没有太久 对然后还有诶刚迷宫犯 还有那个我独自升级也是有在追 我独自升级是什么 他其实是从韩国漫画改编过来的 他等于是因为他们是每个人会有一个 呃有点像能力者啦 他就是一个能力 那他们会依照能力来分 就是ABCDEFG 嗯 然后A是最高 嗯 然后越下面越越越越越接下来 就是等级越低这样子 嗯 对然后有一个男生 他是等级非常低的 但他为了赚钱 然后就跟着那些 他们应该是有点像是去 有点像是去异设界 哦 又另个异设界 然后要去打一个地下城 嗯 打完打完里面的boss之后呢 他们会回来这样子 那打完会升级吗 打完之后就可以拿到一些 可能像矿石啊 或什么就可以拿去卖 嗯 对那他的等级呢 其实每个人本身的体质 他的等级 你是F你就是F级的了 嗯 然后你是D你就是D级的这样子 嗯嗯嗯嗯 对他没有办法再升级这样子 哦哦 然后他们就走进去 就发生一连串的事情 那个地下城走下去 感觉会遇到迷宫犯的人 对所以他们就这样走 他们就是在考虑说 哎要不要走下去 对 就大家决定要走下去 一定会走的啊 对结果就发生了一个非常 非常大的转变的事件 嘿 对然后男生呢就拿到了 其他另外一种能力 他有个能力又在觉醒了 嗯 他的觉醒能力呢 是自己可以 他拥有了可以升级的身体 哦 因为原本都不能升级嘛 原本不行啊 对那他可以靠着打怪啊 靠着什么 然后来升级自己的等级跟能力 像可能你的攻击啊 你的速度啊 你的生命值啊 什么的都可以升级这样子 人生有了新的希望 对但他不敢让这 他不敢把这件事情 跟其他人说 对 因为只有他可以 对因为只有他可以 嗯嗯嗯 对然后所以呢 这部片就叫做 我独自升级 哦哦 对然后这部片呢 其实也是从韩国漫画改编过来的 嗯 所以里面的人名呢 都是韩国人的人名 哦 但他们就是 送什么啊 哦对对对对 比如什么啊 老宋啊老张啊 送什么的啊 哦对对对对那一种 所以但他们就是会用日文讲出来这样子 好酷哦 听着就好特别的名字 真的耶 所以是日本改编 韩国漫画的动画作品 对对对对对没错 我在哪里看 我在 KKTV吧还是Netflix我忘记 KKTV 哦 应该是KKTV看的 对大家 有兴趣我可以去 我觉得可以去看看 嗯 其实我觉得还不错 只是他每次讲出人民的时候 就会让我有点 嗯 有点害羞 嗯 因为日本动漫听习惯那个名字了 对 突然有了韩国的感觉 诶 诶 好奇怪 诶 什么铭都 嗯 对对对 side 很喜欢用铭和渡这类的 好奇怪 但我覺得蠻有趣的 要習慣一下這樣 我覺得蠻有趣的 那如果大家最近還有什麼新的動漫可以推薦的話 歡迎來跟我們討論 然後我其實上禮拜分享的那個炸雞奇遇記 它也是韓國漫畫改編的 喔它也是漫畫改編的 然後網路上可以看得到 我記得webtoon有 而且不多欸好像才幾話而已 這麼少 很快就可以看完的樣子 然後上禮拜我不是po了我們的節目預告嗎 追劇週記一列出來 就有聽這種玩報說 那個炸雞奇遇記這麼荒謬的劇情 你竟然有辦法看 這麼什麼 這麼荒謬的劇情 我覺得這種越荒謬的劇情看起來就是紓壓 對很紓壓 對越紓壓的這種劇情 而且因為我真的實在太喜歡柳成龍了 它的裡面那種搞笑是真的 讓你相信這個角色真的好慘喔 慘到就是人家是笑著笑著就哭了 他是哭著哭著就讓你笑了 喔懂 太厲害了 真的是喜劇演員 對 因為我還沒有看完 那我看到差不多一半超過了 嗯 它後面的發展實在也是耐人尋味啊 欸但你像他是韓國漫畫改編的話 你會看完動畫看 看完就是劇 劇看一看之後就是想要繼續看接下來的劇情 而去看漫畫的人嗎 我應該會先把劇看完 就是追到最新的之後 一定要追完才可以再去看原作吧 不然我會有點混淆 接下去的感覺嗎 對啊不要吧 喔我會耶 我不行欸 我那個時候就是看迷宮犯看到倒數第二集的時候 我知道 到底有什麼事情 然後我就打開電腦然後就看了一下 就是喔後續的發展 喔原來是這樣啊 不行啊我就是不能被爆雷的人啊 不行欸 要趕快略過 我那個時候看了《鑰師少女的毒語》 我看到一半之後我就跑回去跟我媽說 欸那個誰誰誰是不是誰誰誰啊 我好想知道 媽媽已經看完了 她看完很久了 我們太Lag了 但因為我媽比較不熟 她就會覺得欸為什麼一直停在24集 就沒有更新了 我就說喔因為他們剛好是一季一季 那剛好這一季結束在24集 但是那個漫畫是有繼續後面的劇情 我媽就覺得欸為什麼這個禮拜沒有更新 我說喔因為她這一季應該已經結束了 對 蛤是喔那又要再等了 對那個感覺 你會突然覺得啊這個沒了 對 的那個感覺 十分突然 對太突然了 至少給人家一點時間準備一下 所以有在沒有追過動漫的人 會比較不習慣這件事情 對 對因為像動漫我其實都有在追 只是因為像咒術迴戰啊 因為我漫畫看蠻多次了 所以動畫我就沒有特別再去看 因為就覺得好像也演一樣的東西 嗯 就沒有特別就是一直追下去或什麼的 嗯 對但就也還是很期待像 呃之後要新出的鬼滅之刃啊 嗯 或者是在更新的做出悔戰 或者是要是少女的毒魚迷宮犯這一類的 都蠻期待的 然後也期待最新的我推的孩子 啊對 第二季 對 今年嗎 今年會來嗎 我不知道是今年還是明年初 但他們即將要賣進入2.5次元的世界 啊 他們要開始演舞台劇了 喔 這個也太令人期待了吧 對 對因為那些角色的設定圖啊什麼都出來了 喔真的 哇我開始要有一個廝殺的過程出現了 天啊 這個我蠻期待 因為我覺得我推的孩子對於在漫畫看起來跟動畫看起來 感覺應該截然不同 感覺差很多 感覺差很多 你從看他們演技 嗯 或者是看小倩演心眼愛的時候 就覺得那個眼睛那個動作那個講話的方式 會覺得真的好會畫喔 對 可以就他的那個眼睛雖然跟現實很不符合嘛 反正那種漫畫眼睛 對對對 可是他可以把那個眼神的差異呈現得很很讓你很有感 對 而且我覺得很厲害的是 我推的孩子裡面他們的畫風 其實真的是少女漫畫的畫風 對 可是大家都可以接受 講得好 好寫實 對 然後那個眼睛 水汪汪你就戳下去會有一堆水流出來的那種感覺 然後可是就是男生看也不會覺得很難人 會有一堆水流出來 就戳下去啊吃 就男生看你也不會覺得很難人的那種感 那種少女漫畫的那種感覺 就覺得很真實的東西 就他的整個漫畫整個畫法很不真實 可是他討論的議題卻大家都真實的很有感 對 沒錯 很強的一個作品 對也期待 我推的孩子之後也期待 也期待 也期待 尤阿蘇比再度合作 對 我覺得應該有點難 我覺得 IDOLU有點難超越了 很難超越耶 對 會不會就一直用同一首 如果這樣也是可以啦 也是可以 也不是不行就再紅一次這樣子 反正就是聽到這首歌就會想到這個作品 對 超級成功 就已經連起來了 對 那之後還有一部要上的是Bistars Bistars 對 我忘記他中文叫動物狂想曲嗎 其實他就是 Bist嗎 野獸的那個Bist 對 就是野獸之心的那種感覺 他其實就在講 在一個學園裡面 就有一個肉食性跟草食性的一個相處的模式 你好像很常看這種題材 好像也是耶 什麼非洲上班族啊 還什麼 非洲的動物上班族 超好看 欸那個超好看的 你這樣一講我好想再回去看一次 那個下野紅的配音真的太厲害了 那Bistars在演什麼 他其實就是有一個叫 有一隻狼 他叫做雷格西 雷格西 雷格西 對他愛上了一隻草食性的兔子 叫做哈魯 哈魯 對他愛上了 可是因為他們是草食性跟肉食性 對啊 他們其實應該是不可能在一起的 他的愛是哪一種愛呢 想要把它除掉的愛 不是 他們是真的喜歡的那種愛 他們在第一季的時候 就是在講述說 我草食性跟肉食性之間的愛意 嗯 跟愛慕之間要什麼樣去相處 嗯 那到了第二季呢 他們就開始在講說 欸就是發生一件事情 校園裡面的一隻草食性的動物 嗯 被吃掉了 被吃掉了 等一下我先回回到源頭 他們是在同一個校園裡面 學校對他們在同一個學校裡面 但是這個校園裡面有草食性動物 有肉食性動物 結果有一天學校裡面的某一隻草食性動物 被吃掉了 被吃掉了 被誰吃掉 對 第二季就是在講說他被誰吃掉了 但是第一季就是發生了這件事情 呃第一季的後面 最後 對 喔這個大伏筆 對對對 然後到了 然後第二季就是在查這件事情 這樣子 然後雷格斯也是非常特別 因為他喜歡哈魯 就是那隻兔子 對 所以他會盡量讓自己 降低那個吃肉的慾望 喔 他會盡量讓自己不要吃肉 嗯 對讓自己變成 讓自己也覺得 讓別人覺得說就是 對外宣稱我吃素啦 就是肉食性也可以不吃肉而活下來 對 也可以不用吃肉的 對 然後就是然後第三季呢 就開始講到了 草食性跟肉食性的 有點像融合吧 第三季就大概在演這一塊 這麼多季喔 對 就是雜食性動物的那種感覺 吃肉也吃素了 那他們到底在這個社會中 他們是扮演著一個什麼樣的存在 那也帶到了海洋生物這一塊 喔 對 就是我覺得算蠻有趣的一個題材啦 對那漫畫已經結束了 那現在就剩第三季的動畫 看之後會是怎麼樣發行 所以前兩季已經有動畫了 有在Netflix上面都有 喔 叫做 Beastars B-E-A-S-T-A-R 動物之星 有點像 對 B-E-A-S-T-A-R Beastar Beastar 對 推薦給大家 對 沒錯 是的 以上是我們這個禮拜的追劇週記 待會休息一下呢 今天又要來開箱了 今天開箱的東西跟上禮拜有點一舉的公之妙 是的 但是來自不同的國度啊 是的 我們待會回來之後為大家揭曉 先來聽一下瓶頸大的這首歌曲 Hope 我是沃侯 我是浩小子 休息一下再回來飛碟 有玩美玩 我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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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w somewhere out there's something we can all be as one 多分ね 僕らが思うよりずっと この世界は広くてさまい 自分事だと思ってた方が愛せるじゃん なんてねえネタル 手足を引っ張っても 結局は自分の足を 掴んで前進めてないんじゃ意味ないんだ 昨日の前ランスを嘆きより 明日を語ろう 口にプラスで夢が叶う魔法さ 明日へありたけのHope Go your way in a match Please 霧がかかったミラーの向こうへ と思い切って飛び込んで 今はまだ見えない Foreでも必ずそこには光が 差し込む美しき世界が 僕らを待っているずさ Go your way in a match Go your way in a match 世界へ届けこのHope 希望という種を解く 見上げた空の向こうへ 届けと願い込んで飛ばした 芽生え始めたこのFuture そして切ったその花が咲いても また次の時代へ続く その道を救ってくる I'll pray Hope Let's get together Let's get together And let us sing out Somewhere out there someday We can all be as one Hope Let's get together Let's get together And let us sing out Somewhere out there someday We can all be as one Hope Let's get together And let us sing out Somewhere out there someday We can all be as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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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llow Pants This首歌曲 Chicken Nugget Recipe Rhapsody 就是上禮拜介紹了 炸雞框香曲的主題曲 We can all be as one 炸雞框香 viendo Est cereal E aquí 晒Uh Again Oh my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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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ow you